其實在App目前怎麼樣去存資料 其實不外乎最簡單的資料要放哪裡 不外乎就是放在變數裡面 可是變數有個缺點就是變數當它關掉之後就不存在了 有沒有比如上面有宣告一個變數這個變數我們資料可以暫時放在那裡 可是你關掉之後那個值就不見了 所以有些地標是永久性的 你一定要固定就放在那不然的話你每一次都還要再產生一次 那是不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那我們要把資料放哪裡這一件事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資料放錯位置的話那你就讀不到讀不到就沒有資料對不對 所以說很多時候好像有些App 他的資料 應該放哪裡那主要如果說你是放在手機端的話 至少會有兩個地方可以放一個就是什麼local storage 有沒有還記得吧 local storage就是 一個key一個value 一個key一個value 所以我們之前有做一個列 一個地標1 比如說地標1要潮進公園 地標2就七龍廟口 地標3就是 比如說一個地方 運動公園等等的 那有這幾個地標 地標4地標5對不對 那這個local story他可以放的其實就很有限 就是說 很簡單的資料你可以放在local story 放進去以後 下次開機還在不在 下次開啟app 還在吧 關機打開還在嗎 當然還在都永遠都在 除非說怎麼樣 你把它刪掉了 或者你下一個指令要點clear 他才會幫你把它刪掉 所以特別注意 但是local story 他的資料只能放 小 小型 就是很簡單的key value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放一個大量資料的話 比較適合放在哪裡 放在資料庫裡面 放在就是我們手機端的資料庫 就是上禮拜講的這個 那建的方法 當然會比較瑣碎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簡單在把上禮拜這個範例簡單複習一下 裡面要做哪些事情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通常我們在建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上禮拜的東西應該還有一下嗎 就是說我們做一個界面 那這個界面裡面怎麼怎麼跑出來 這個跟程式還沒有關係 界面部分的話 我希望 在這邊有一個請輸入地標 讓使用者輸入一些東西 特別注意啊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呢 還記得吧在上方有個什麼插入 那個面板上面有個什麼 我有用這個很重要因為以後如果你要讓使用者輸入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讓他去 去 產生一個 就是這個地方的這個東西啊 實際上我們是從 JQuery Mobile裡面找到一個什麼 有沒有 這個東西 就是插入一個什麼 文字輸入了 也就是說將來 你要讓使用者 填一些資料的話 其實 其實